想知道如何打造彈性生活的秘訣嗎 想要擁有更多人生的可能性嗎 我是Will 一起大膽實驗 有效實踐 夢想實驗室 人生will be good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聽夢想實驗室 我是主持人Will 您收聽的是POP Radio聯邦 北部台北六星廣播電台FM92.7 陶珠苗好聽廣播電台FM90.7 可以溫馨的提醒一下大家下載POP Radio的官方APP收聽節目 還可以跟主持人與嘉賓進行互動喔 哇 今天呢這個很開心邀請到 因為大家都知道夢想實驗室是為了要幫大家拓展可能更多 不管是夢想的可能或者是所謂職壓的這個認知啦 所以呢今天很開心很開心又有這樣的機會了 我們邀請到的是安吉氣象的創辦人林偉文 天氣探長來到現場 大家好 我是天氣探長偉文 其實這個我相信大家對於天氣或者是所謂氣象的印象 至少我自己來看真的是新聞上面的 那可以 那對於相關產業真的是很少很少的這個認知 那從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title來看 就知道說偉文您是一個這個氣象專家 所以想要向您請教一下說 除了一般民眾在看到這個氣象之外啊 其實氣象這個產業裡面還有哪些不一樣的存在呢 是齁大家一定會覺得奇怪啊 台灣不是有中央氣象局了嗎 對對不對 那氣象局就應該服務大家的一般的出門 那個帶雨傘啊 多穿一件外套啦 甚至那個簡單的安排行程 要不要那個要不要進行的一個簡單的考量 那怎麼那氣象不是已經都免費了嗎 開公司耶 公司要營運耶 要生存耶 要賺錢 對耶 所以大家的問題就是這簡單的就是 這個氣象 怎麼樣賺錢 而且別忘了有一個對公司的角色來講 有一個很大的競爭對手 剛才講到氣象局因為他不用錢 對 那所以怎麼樣在這個免費的市場當中 能夠還要有獲利 還要人家買單 然後甚至要我們期待 甚至把它變成一個信仰 氣象服務變成是一個信仰人家使用 所以這就變成要去區別一下說 那民間的這個公司 跟這個氣象局 他們的服務的類型的差異 會需要到哪邊 那我就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這個一般的民眾出門就是帶雨傘 或是天性冷的多穿一件衣服 那這個訊息的都是由來自於 可能是中央氣象局發布完之後 那那個東升電視台的鼠粒姐姐 民視的這個家開哥哥 看看從他們知道去獲取到的 那當然也可以從APP當中去點渠道 那這個是大概是一般人在做 在氣象上面用在生活當中的基本決策 他可能出門就是他的這個損失 只是說我等一下會不會臨到雨 我可能出門會不會不舒服 這樣子而已 但是別忘了有一群的需求者 對他來講可能是有損失 或是有獲益的 而且是比較強的損失或獲益 我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在夜市 你看跑夜市的夜市廠商的這間 小老闆有沒有 你看有那個你去夜市打彈珠 有時候那個打彈珠台 一看過去就是三五十台 對他從那個他的車子要到鋪開 要讓人家可以開始開始在那個販售 讓你開始服務的時候 這個過程當中前置座可能需要兩個小時 嘿 萬一去的時候去到 那個現在還沒出門 天氣看起來還好 那現在我要去到零下夜市廠商附近嗎 零下夜去啊 開始擺攤了一擺下去哇下雨 沒有人來 同時時間你的那個這個擺攤 這個蛋珠台等等的 或是甚至你吃的飲食類的都要收起來 對那就會受到影響了 所以一次的損失就有可能讓你覺得 欸這個氣象預報如果花個五十塊一百塊 嗯讓我更精準的我要不要我三點 現在下午五點 欸我等一下天黑黑等的要漏好不好 我到底要去不去 因為去一趟的損失可能是五千塊 嗯 有時候這個去比不去還貴 對對對 不要去做這門生意反而還 對還省了反而浪費的更少損失的更少 嗯 所以呢變成說民間的公司他在做氣象服務的時候 就會比較偏向於幫客戶在做一個損益精算 哦 你從事這個活動究竟要不要就是go or not go 就是去或不去的價值有沒有比較高一點點 會用這個來去角度來去算 所以這樣的一個服務的對象就 欸各行各業的人就會有一些需求了 比如說像我們之前在創業的時候 呃拍婚紗的 哇 欸對耶 有沒有想過 欸那個你是好你這邊拍婚紗的嗎 還沒結婚 沒有沒有我拍了我已經生了三個小孩 哦我其實看那樣的身材這麼好 看不出來真是 不過真的拍婚紗是我 呵呵 就是覺得至少我那個年代了齁 就覺得是最浪費錢的一些事情 不能讓老婆聽到 哈哈哈 可是那一天的天氣真的很重要 OK好 哇 像那個拍婚紗的會有 你來來來來你剛好有經驗齁 來拍婚紗你現場有幾個人 除了你跟新郎跟新娘 哇 小三沒有出現之外 哈哈哈 來還有誰在 還有誰 哦大概 燈光就兩三個 噢燈光兩個 好讓你燈光加兩個 四個人了喔 對 來然後 道具衣服兩個 你是你是四季婚禮喔 哈哈哈 哇賽 好讓你 好六個人六個人 來再來 攝影應該是一個 一個啊攝影助理嘛 那燈光是攝助理 好讓你加一加七個 七個喔 還有還有一個 十幾如果你是在派戶外的話 他要幫你接送嘛對不對 所以七個十幾 OK好 你這樣一趟浩浩噹噹 一趟去的成本有多少 哇 是不是一個人 假設一個人啊 就兩千塊就好了 薪資就算兩千 那當然專業加級 我們就不要算 那邊就一萬四了 OK好 那而且老公老婆 跟攝影師的時間 又特別的難約 嗯 所以當如果你已經去到想說 啊那台北可能是 欸我去陽明山拍婚紗 那你知道陽明山 冬天都是 十天裡面有七天 再下雨 兩天十一天 就一天可以看到陽光 對 因為我是念文化大學的 我很清楚這樣 所以你當時去山上拍婚紗 欸一上去 樓虎 起霧 風很大 哇花籠絲射有沒有 對對對 那就損失了一趟 讓大家的時間 跟這個計程車實際的這個 這個相關的費用 就損失掉了 是 那更不用講說 既然是拍婚紗 一輩子 有可能就這麼一次 嗯 希望拍到的就是 絕美的 對 陽光啊什麼的 景色就是剛好那一 就是那時候是最漂亮的 沙納變永恆的 對 所以要的不只是不下雨 甚至希望是藍天 那有那個我們神經病 有客戶更奢望 那個夕陽 那個夕陽的那個運紅 晚霞要出現 OK 好所以你看他要求 就會比較多 所以一趟出去的成本 是這樣子 然後一輩子才遇到一次的 所以你說這個新郎跟新娘 如果說在這個安排 攝影師的時間 在Pooking的時候 甚至想要那個構圖的構想 跟攝影師一起討論的時候 把氣象的要素 給他放進去 他可能只多花個六百塊 就能夠保障他這一趟 一萬二的 這個服務的這個品質 跟老天爺的照顧 那何況那個 是好你這邊可能那趟 那趟的婚禮歡殺 可能是派十萬塊 對不對 那你花個六百塊 來去得到這樣的一個訊息 或是一個所謂的天氣分析室的 在旁邊的陪伴 線上的陪伴 你可能等一下要去哪邊 會比較合適 因為拍是一整天嘛 早上先去山上 什麼時間點再去海邊 另外一個時間點再去 什麼街景要拍 其實你會覺得 保障你十萬塊的品質 對對對 你會覺得 六百塊願意花 很划算 對你會願意花 所以就會這樣的氣象服務 就跟氣象局的這個需求 給一般大眾的這種免費需求 就會不一樣 真的耶 哇 所以其實那下一個 可能我比較好奇就會是 所以像這種氣象的服務 它看起來就是頻率可能更高 然後可以 精度上面可以更精準一點 是 那它還可以精準到什麼樣的地步 因為您剛剛提到說 哇我覺得好像很神奇 就是 比如說天空要藍色的 對 就是從你那邊是真的可以看的 是是 其實在氣象的服務上面 不管是私人公司研究單位 或是氣象局 說實在話 大家用的都是同一套的科學工具 幾乎是同一套的 只不過氣象局它的 因為政府的資源 它的超級電腦 可能有這個1000倍的超級電腦 然後呢 那個研究單位可能只有100倍的 那民間公司可能只有10倍的超級電腦 但是差別當然用工具是一樣的 所以 當然計算的資源不一樣 它得到的這個科學的這個參數的 這個服務的情況 就會就會稍微少一點點 但是 民間的公司 比較多的時間是用在把這個資料 用在先去了解對方的需求 你要的是藍天 你要的不只是不下雨 但是啊所以我們要先從這個 使用者的需求當中去了解你的 需求的層次是在哪裡 我們再去從科學的資料庫 不管是沿用氣象局的這種open data 出來的 是自己公司自己在精算的資料 把它拿出來 用什麼樣的科學參數去算出 這一天的藍天的程度是如何 所以應該說科學工具大家都差不多 那你說精度的話 目前像我們公司自己可以跑到 兩公里一個網格 全台灣在兩公里一個預報點 兩公里就可以預報點 而且針對未來16天 逐小時的預報 其實我們做得到的 全世界的氣象局都做得到 甚至可以做到更多 因為他們計算資源是有到的 所以變成說用這樣子的 真實說大家的服務的方向 是不一樣的工具是類似的 只是服務在顧問的角色 服務方式是不一樣的 主要位置差別在這一邊 哦其實基本上可能是中心 它有很多資料 但是因為它沒有辦法特定某一個需求 所以可能沒辦法達到說真的 我要用到可以產生價值 是的 哇今天第一段就讓我大開眼界 我感謝探討 有這樣的公司 有這樣的事情 是就有這樣的服務的存在 太好了太好了 今天第一段就大開眼界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待會兒了解更多 夢想實驗室 人生 will be good 哈囉歡迎來到夢想實驗室 我是主持人 Will 今天呢非常開心 邀請到安吉氣象創辦人 林瑋文天氣探長來到現場 哇剛剛探長呢 教會我們很多新東西 真的是大開眼界 我相信我們的聽眾朋友 如果很多人是一直不知道自己 想要什麼東西 往哪個領域發展 其實現在你又多了一個領域可以去探究 而且聽起來真的是蠻有趣的 氣象聽起來很遙遠 但是它跟我們生活真的是息息相關 尤其是我們比較把它用在 跟它的經濟規模營收損失的關聯上面 不會只是說你出門只是會冷了 多穿一件衣服 大概多帶一個這個雨傘差別這樣而已 所以我們也是民間的做的會比較多 偏向所謂的氣象經濟 其實剛才提到的都只是小規模的 在那個跑湯的菜市場的跑湯的 我們真的 他跑湯跑的精準對的話 他一天的營收本來去到 假設往金山萬里 隨便說啦 往金山萬里的菜市場去 明明就下雨 那你有淡水的地方也可以 你可能再選擇 因為像夏天淡水的下雨的機會 會不會比這個金山萬里那邊多 一樣都是跑夜市的 或是跑那個市場的 他光選擇一下 因為跑的距離差不多 所以那天的遊客的量 市場去菜市場的這個 這個人群的數量 就會關係到它的影響的這個營收 你拿用天氣稍微出門之前 看一下天氣 氣象局的資料 如果不滿足你的話 你可以找民間的氣象公司 對耶 你光花個100塊200塊 甚至是花到500塊 你可能那天營收會多個5000塊 5000太少了 5萬塊都有可能 哇那你這樣的一個 置換的一個 一個叫做資訊的那個實力 你就會比相關的那個 比那個盲目的去衝來的更有精準 因為如果一邊剛好下雨沒人 另外一邊是賺錢的 所以虧錢加賺錢那個 一衡量下來 你的時間效率就差掉了 哇 所以這個東西真的 我突然間看到一個很大的商店 但是探長也走很久 這個還是個人的而已 如果像比較屬於比較大的 像企業 我們舉一個大家常聽到的例子 好了 就是每上升溫度 那一天當天的溫度 平均溫度 夏天平均溫度 那一天溫度只要平均超 就是多了一度 那個國際的研究 啤酒就會銷量 就會增加6% 這個是零售產業得到的精準的數字 在夏天當天的平均氣溫多了一度 它的啤酒的效量就會上升6% 來 你是老闆的話 你要怎麼做決策 讓你的事業更賺錢 就直接去看一下 各地的氣溫哪邊比較高 那邊配多一點 對 或者是說配多一點 這是屬於這後勤的部分 第二個就是那個促銷 我有比如說像你看7-Event 他就很聰明 當那個連續的煤雨氣象局 然後等級煤雨要出現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那個7-Event的小店長 都被教育一個管念 把雨傘 雨衣或是雨具 推到他的門口的地方 那個真的 就是有時候出去 99塊一把 好像等一下會下雨 你埋下 他如果把它藏在那個冰箱的旁邊 那個印表機的旁邊 沒人理他 光這樣子他的銷售額 就可以掌聲的不少 所以從個人到企業 甚至到比較大的一個產業 像農業也好 他都是可以用這樣的一個數據 來去為他的企業 來去做一個叫做 逮到最好的時機點 你看我用逮這個字 誰先逮到的 就誰先賺走 所以這也是一個真的 跟時間賽跑 應該講說 從本來要可能看天吃飯到 最大程度的降低天德 我們叫做 順天常賺 以前都是看天吃飯 或靠天吃飯 我們會把它 希望透過氣象的服務 訊息 然後跟這些精算的結果 幫他導到過程當中 變成是一個順天常賺 不管你下雨天 下雨天我還是要賺 下雨天我不是不賺 我只是換個方式 賣掉的東西來讓他賺 對 所以順天常賺 這個就會變成是在 誰能夠掌握老天爺的訊息 掌握到最精確 然後可以把它用到透徹 基本上就是 人家說的三分天主定 七分要靠打拼 打拼這七分是 每個人自己的本能 對 三分的天主定 如果你把這三分的老天爺訊息 掌握對了 哇真的就快要十分了 是 所以 探長 你今天主持的很牙口面 好像一直在讚嘆 對 讚嘆師傅 沒有讚嘆探長 所以 就是我印象中 氣象是一個蠻無聊的 就是整個新聞裡面是最無聊的部分 不就是下雨嗎 對不對 今天你讓我發現 哇真的是 而且你可能對於一般大家 民生經濟有更多的透析 比如說你會知道說 剛剛婚紗是怎麼樣的 農業怎麼樣的 跑夜市是怎麼樣的 那這樣子 你知道這麼多東西 是跟你探長的名字是有關係的嗎 探長其實是後面 我們慢慢的在找到 另外一個商業的 氣象服務的一個領域 給的一個叫做IP名字 它是一個品牌名字 我們公司名字叫安吉氣象 那其實安吉我們也是有一個意義在的 那個氣象的服務 先讓人家第一件事情要做安全 因為防災嘛 災害出現 這是大家最需要避免的 第一個安全 是大家第一個動作 那第二個字叫吉嘛 吉祥就是趨吉 趨吉讓人家 因為氣象的資料可以賺錢 所以安吉它有不只是一個名字 它還是有一個順序 服務邏輯上面的順序 先讓人家這個安全 第二個步驟讓人家賺錢 那當然安吉安吉 它就是一個台語的諧音叫做 寒吉寒吉 寒吉 台灣在地的氣象公司 寒吉安吉 然後呢 英文好像也有點諧音 AN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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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我們的服務呢 是幫大家像天使一樣 像天使一樣掌握 大家守護大家的天氣 哇你這個名字一魚三吃 對對對 要花一點時間 那這探長這邊來 是我們前面一開始有在做 一開始是做像那個 大家比較通常訪問都問到 賽哥的服務 今天我們賽哥講太多了 我們就今天不說賽哥 賽哥的服務啦 高爾夫球的服務 提供給高爾夫球的這個球友 或是球場在做管理在做營銷的時候 的氣象訊息的提供 然後後來還做到 剛才也做到那個婚紗攝影 然後呢 之前也有洗車業者 我們也提供洗車業者 他這個也蠻好玩的 他因為他洗車業者對他來講就是 我如果下雨天 就沒有人要去洗車 對對對 你是老闆那你氣象 你可能聽王鼠麗說 明天後天下雨機會特別高 美雨豐麵要進來 那這時候如果你是洗車業的老闆 你應該 你可以做什麼事情 先讓員工放假 欸 這也是一個 讓人家開始選擇排休 對對對 就調整 那週休日好天氣 應該會很多洗車 那你要不要先排假 但是通常如果你是 長期這樣做的話 你就會變成是灌老闆 哈哈哈 被告的話 這個老闆就要下雨天才休假 不要迷怒就好 哈哈 所以如果 如果你是洗車業人 你還可以做一件事情 欸 反正我也知道下雨天就沒有人來 打折嗎 喔 對不對 欸 五折給你嗎 有可能就是我是 我本來最近剛好就是 沒有要開車 啊你車節很髒 啊我都停在地下室 是我就去洗車 洗洗了不起 就淋個五分鐘的雨 就回到我的提清 那也沒關係 啊 我就可以打折 促銷打折方案 這時候就數出去的 你本來就沒賺錢了 本來就是員工在那邊 先逛著雨再說哇什麼 對啊 這時候你就可以做這樣的一個策略 啊那你提前做 那比起你 因為你會做隔壁的車洗車業者也會做 嗯 那你提前他兩天知道 啊你而且你有一些這個 比如說一個管理系統的話 那你這時候搶的商機就會比他來先 哇 啊所以他就奇怪 欸為什麼人家下雨天別人家沒洗車就你們家 欸 你對他來講不賺錢 但是你可能只是賺的少而已 嗯 至少你把員工的薪水給賺回來了 那那那那這也是一個值得 哇 我慢慢可以開始理解 您剛剛提到 逮到 其實那個逮 逮這個字很重要 而且很迷人喔 逮這個字 對 那後來會到探長這邊來是我們後面發現 其實這些的都會區裡面這些百工百業 他可能會用到或多或少的氣象訊息之外 其實在郊區的一些的農業 反而他真的是看田吃飯齁 一直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工具來去協助他 是做一些的這個調整 他這個更好的策略什麼時候該搶收 對 甚至什麼時候該去做這個施肥 什麼時候都去去做噴藥的動作 因為一次的施肥跟一次的打藥都是五六千塊 成本 甚至如果面積大一點的幾萬塊的成本 對 除了成本之外 還要人力去殺 你別忘了 你人是可以花錢的 就是我不做事情 我花錢 花一次花兩次 損失了就算了 但別忘了他還是要人力去 我花了買了肥料的錢 還要人力去施工 對 我人可以同樣一件事情 失誤過一件事情 你做 第一次做本來就要做 第二次損失 我沒有挑對老天爺 我再去補作一次 心情就會很差 第三次 要再第三次你就會 哇那個更無力 那不是花錢而已 你的身心都會受到一些的調整 那你就會越來越無力 無力可能對你的產業 對你的事業 你就會越感的無奈 你就會越想要遠離 想要逃避 所以其實氣象的服務 不會只是說你當前的損失 它還會關係到你的心理 所以我們天氣探長 探長這兩個字 當然他的把它拆開叫做 探舊作物健康成長 把它前跟後 探舊作物健康成長 那我們同事呢 再把它改變一下 叫做探一山水土 掌一番風味 因為台灣一山有四季嘛 十里不同天 不同地方都不同的農作物 它長的風味都不一樣 所以呢 探一山的水土 掌一番風味 希望這個 也像親中朋友 如果希望我們知道 原來有台灣 有一個農業的氣象服務公司 就叫做天氣探長 它的由來是這樣子的 哇 天氣探長 我覺得 突然間發現探長 不是我心目中想像的那樣子 這個是有一番學問在背後 太好了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夢想實驗室 人生 will be good 哈囉 歡迎回到夢想實驗室 我是主持人Will 今天非常開心 邀請到安吉氣象 創辦人 探長來到現場 我在想說要叫偉文 要叫探長 探長比較好記 探長比較好記 對 而且我們剛知道 這個探長是 不愧念過文化大學 很有文化的在背後 這個探一方水土 掌一番風味 太美麗了 叫這個探長 就覺得自己很有文化 當然也是希望透過我們的服務 然後能夠幫農民 真的是像探長一樣 像讓他好好的再去調查他的作物 管理他的農田 應該那個是好 你知道探長這個名詞 是在警戒上面 是是是 你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叫做武藝探長 雷諾 雷諾 雷諾嘛 雷諾轉 所以我們是同年代的 差不多 旁邊的同事應該都沒看過 都搖頭 所以探長有點像警戒 就是有點像半案的感覺 對對對 這樣我想請教一下探長 就是因為我相信在您可能讀書到畢業到工作 那個過程當中 就基本上一定是相關的科系 是畢業 然後有非常穩定的工作 那也就是說當時可能在這個氣象領域裡面 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應該就是 你的可能爸媽或是你自己本來期待的 嗯 那當時是為什麼會想要再去創業 因為這本身是一個冒險 你要放掉一個可能算是 不要說金飯碗 這要鐵飯碗 然後去創業 這過程是什麼樣的契機 其實我們念大器科學系畢業之後 大家都會第一個 你是要做人力語嗎 人力語頻頻就知道了 有聽過 我在講太年輕可能 所以第一個會想像這樣 第二個就是要去氣象局 因為氣象局就是高考跟普考 要繼續的 所以大概長輩們想的大概是那一些 那當然還有一些鄰近相關的 但是比如說在民航局 比如說你那個桃園機場在起飛跟降落的那些飛機 都也是需要有一些氣象人來去幫他做一些判斷的 那當然軍方也是有一些 有一些有相關的這個工作 是很穩定的工作 對都是屬於比較屬於那個 市政府部門的這種公務型的服務 公務型的服務 那我在大學畢業 然後考上那個師範大學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就已經有一家氣象公司 台灣的第一家氣象公司已經成立了 它叫天氣風險 那就應邀那個彭博士 他就覺得可以試試看 那我們就入職在那邊 所以我也是一邊的在念碩士的時候 一邊就在氣象公司裡面去服務 一開始part time 到後面是全職這樣子 好那所以從那邊也慢慢 因為那時候全台灣的氣象的服務產業 也才剛開始在發展 那當然相較於國際來講 已經也落後比較多了 那從那時候開始慢慢的去感受 那個氣象的服務是怎麼樣 畢竟那個時候剛進公司 我好像也是第三個還是第四個 同事進去的 國會級人物 所以大家也都在那個摸著石頭過河 看這個市場到底沒要走 那目的還是要先把公司養活大家 自己的薪資 對對對 那所以從那個過程當中 慢慢在理解 在調這個服務的方法 跟公司一起成長 那後來就是當兵 那當完兵之後呢 一度的跑去就覺得 那時候當預報員 那時候在天氣風險那邊當預報員 除了說在颱風期間 在跟那個市長啊 那個鄉鄉侯宇 那時候侯宇宇當副市長 然後跟他報告 那個颱風怎麼來怎麼走 那個下雨天 那個要不要停班停課 基本上都是我們預報員跟他說了 他就同意了 要不要停 所以我們那時候身上就背著 一千萬人口的停班停課 新北市停了台北市就停 台北市停了 台北市停了 桃園就停了 基隆也停了這樣子 所以那侯宇宇那時候就會 拍拍就是開會完了 就會跑過來旁邊 看著你說 拍拍你的肩膀 年輕的 一千萬人 跟明仔仔股會是一千億 看你了喔 那個壓力就很大 你知道嗎 真的 那個壓力很大 所以呢那時候就啊 好像剛好當兵完 也是想說讓自己 稍微離開一下 然後呢就跑去街頭 我去賣義大利麵 攤車喔 坐攤車去賣義大利麵這樣子 那從那個 從攤車賣義大利麵 就開始更第一線的接觸 那些的平民百姓 來啊那個來 有時候下班的臉臭臭的啊 有時候那個家長帶小朋友的啊 開開心心的啊 夫妻來就在面前那邊吵架的啊 從那邊慢慢再去感受 跟那個第一線的使用者 那種生活更貼近的時候 發現了雖然我那時候只住了短短三個月 那然後從那邊感受那個 就是民間的那種 每個人的生活氛圍 然後因為就看人來來去去 所以從那來來去當中去知道 我怎麼樣去發掘你的那個 心理的需求是什麼 那從心理需求 然後在哪一天我有他有氣象需要的時候 我把這個心理需求跟他的這個 我的科學把它變成一個服務 對放進去 讓他更能夠對氣象的資料應用 不會講說 啊氣象都補不準啊 對啊 所以變成說 從那邊我反而學到的是 叫做心理學 而且是第一線的心理學 我們把氣象科學 因為氣象在使用在生活當中 是方方面面 那他在使用這個方方面過程當中 其實很多時候帶著情緒 比如說你今天已經去爬山了 而且是第一次跟女朋友約會去爬山 然後看到這個天氣 怎麼會下雨了 你可能明明氣象局也跟你說 今天就是會下雨 但是你去那邊 你就會帶著一個情緒說 不行我今天是第一次約會 是是是 怎麼可以我就是要賭 那下雨明明人家跟你說的是準的 但是你因為你的場景 是你想要的場景 不是那個下雨的場景 你可能就會覺得他不準 他很準 所以經常會有這個失落 那個溝通當中 會有這個落差出現 所以我們會 那時候反而我花很多 就是時間在去了解這一段 從心裡然後再跟科學要把它放上來 那到讓我後來在做服務的時候 就可以很精準的去跟農民在溝通 你在你到底天氣對你來講的影響 是在哪裡 有些人對於一場雨是開心的 有些人對於一場雨是難過的 對 我舉個最簡單一件 我最近的在那個麻豆那邊 幫農民在做氣象站的監測服務 然後那時候剛好有一個颱風 從東部外海那邊要經過 對 然後農民說 農民說 紅胎要來 我說可能應該不會來吧 你可以放心 什麼我放心 我希望他來 我發現為什麼 而且人家報 預告說不會從他們這邊來 不會從南部過去 那你怎麼說想要來呢 他說沒有來 台灣東部的那些這種文旦的 他們的收成量會很高 很高就會那個價量高 然後那個量多了 價比個就會崩 所以呢 對颱風不來 反正他就覺得很恨 哈哈哈 我說哦 原來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做服務的時候 就需要去理解他的 可能他的他的他的 他的現場的情況背景 然後再去設計 他可能對他來講 比較有價值性的這個需求的訊息給他 他才會願意買單 對 OK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反而是 一開始在氣象公司待的 是覺得是比較屬於 這個技術服務層面的 預報啊 然後做公司的營運啊 可能是呢 那後來呢 就反而是離開之後呢 反而是花了一點時間去 那個在地的 去一個一個碰面 去了解 不然那個賽哥的服務也很難處理 就是B2C的這樣 欸對 而且是第一線的服務 是 以前服務大概都是屬於B2B的啦 對對對 然後呢那個當完兵之後 當然有一度也是回氣象公司去做一做 他說發現了 好像有些的服務呢 在應該除了給市長給這個 給比較屬於長官級的人物去做這個市政的決策之外 他發現好像應該還有一些平民百姓 他可能花不起一年兩百萬五百萬的這樣的服務費 去得到他的氣象服務照顧 對 那他或許可能三五十塊五十塊兩百塊 兩百塊五百塊這樣子的費用 然後欸來買我們的專業 讓他的小小個人的經濟是可以服務起來的 OK 所以欸那時候就好 那不然就跟就是把開除老闆 哈哈哈哈 希望彭博士今天沒聽到 不過他常聽你們的節目 我覺得老闆開除 沒有他就把自己開除了 對 然後離開之後就覺得 好就是想說 那我就要去從事一些就是小額付費的 然後給屬於那種個體經濟的服務的這種 這種氣象服務把它弄進去 那也感謝那時候就是有這樣的一個 慢慢的這樣的訓練 包含博士班 有一些老師的支持 然後有些不同的思維提供進來 然後慢慢的做慢慢做 然後現在才有 我們已經算是有打造一個成功的 就是我們就是天氣探場的出現 算是打造全台灣第一個 小額付費的氣象服務 是被我們建立的 其他的大概都是屬於那種政府的錢 或是大企業的那種需要的一個部門 那個服務這樣 我們把這個小額付費的資訊服務 把它給變成是實現化了 真的因為我其實發現說 就其實天氣對我們的影響跟決策是無所不在的 對就像可能您剛提到說要去哪裡玩 打高爾夫球 甚至像衝浪滑雪賞櫻花這些真的是都要 所以想請教探長一下 所以現在假設我們的天氣朋友也想要有這樣的服務 或者我自己也很想 比如說帶小孩去游泳 那我要怎麼樣去就是下載你們APP嗎 還是 OK 在服務上面 我們在做商業的氣象服務 第一件事情一定說 到底使用者有沒有損益的價值在 對對對 當如果你沒有損益價值在 你可能只是嘴巴問問 就像那個 藏母娘 等一下要落後嗎 你問這個 我們就先問那你問這個要幹嘛 對不對 沒有啦 我看你的氣象主播 我給你問問 你直接找到台港是不是 到台港去看氣象局 看王蘇利就好了 他還比較漂亮 講話比較好聽 還會NIi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會先問你有沒有損益的成本在 當如果你有 那你有人就代表你可能 才有比較花一點點費用來去取得 來去彌補這樣的一個未來損失的 那個潛在的可行性 是是是 對所以我們第一個會先問 那當你有的時候 那接下來 那你有多少 哈哈哈 你有別人說 只想要花個30塊 那我要保障你300萬的活動 那你就 那咱們的對價關係就不太對了 所以他現在其實是以一種比較 可能專案的形式在談 對報價嗎 會是有類似這樣子 那如果真的是那種小需求的話 那也讓聽眾朋友知道一下 你去算命的時候 有沒有你去廟口接口 算也都是六百起跳 對 然後如果你要去到現場 去你家看看風水 也都要六千起跳 對 一樣我們跟看風水 跟那個是一樣提供你一個顧問性質 那我們跟這些的算命師 應該叫做命理師 不一樣的是 他可能告訴你 你半年內 你有什麼雪光製造 你半年內會結婚 那半年一場一場 我們是明天會不會下雨 明天早上床屋一打開 嘿 哈哈哈 見真章的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兩個件事情 我們為什麼收的比他便宜 那為什麼應該這樣 不對嗎對不對 對所以而且我們損失 對你來講的損失獲益率會更高 所以大概服務的費額價格會是那邊 OK 那我們只是說 只是說我們現在目前在農業上面 為了讓大部分的農民都能夠享受到服務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農業的服務上面 有一個叫做就是天氣探場的這個系統 那一個月是收人家三百塊左右 一個月收到三百塊 所以他從系統裡面當中可以看到 可以讓他去去判斷 我哪時候要施肥 我哪時候要灌溉 我哪時候要噴藥 我要不要搶收 我今天的山上的茶葉 可能再過兩天才收 它的品質或風味會更好 他可以讓我們的系統當中去做很多的決策 所以我們常講了 我們希望讓農民一年當中 只要減少一次的農事失誤 他就可以回本了 一年就可以回本了 他們裡面還包含的硬體的設備 包含氣象站 甚至還有一些的控制的設施 都可以一併的就回本 那你剛提到說 一個網格是兩公里 然後可以可能一小時 16天 這個是有提供給一般大眾在 這個目前我們是有提供給 但是我們是給另外一個服務商 就是奧丁丁的氣象 奧丁丁的區塊店 他的氣象 是用我們家的 專屬我們家在那邊弄的 因為對他來講 他是一個免費型的服務 所以我們另外公司要營運 所以免費型的服務 我們就不太愛做 而是說我們跟他憑中正有一些合作 所以我們就把一些訊息給他 所以大家可以對奧丁丁的氣象 感到很放心 因為背後是天氣探長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哈囉歡迎回到夢想實驗室 我是主持人Will 今天非常開心邀請到 安吉氣象創辦人 天氣探長來到現場 剛剛聽到探長分享很多很多 真的是大開眼界 那也看到說他其實從本來 真的是鐵飯碗的背景 然後一直到自己要創業 解決更多 可能真的是民生的問題 沒有沒有沒有那麼偉大 我要把你打斷一下 沒有那麼偉大 你跟我們聊天嗎 你覺得我們這樣的個性呢 要去公部門裡面的話 是要氣死局長還是要氣死自己 都不知道 不要為難彼此 那就乾脆去賣義大利麵 去跟農民聊天 會把訊息告訴他 然後他覺得我們存在有價值 付一點錢給我們 我們覺得這樣反而是 這個社會才會太平 我們的個性會氣死老闆的 那麼調皮 所以像探長 你這一路走過來 有沒有可能影響你最深的話 或是座右銘 我覺得我們在運作的過程當中 有一句話 甚至在我們的服務的理念 服務理念 這個是我也是公司的一個 文化的核心價值 這句話叫做 有幽默就不寂寞 有笑聲就沒有戰爭 為什麼會這句話成為我們公司服務的核心 因為農民的服務 說實在話 經常也會有到 大家會有不滿意的時候 那從不滿意之前 我們就要做什麼樣的 讓他跟我們互動當中 有沒有什麼樣的情緒反應 先建立給他 讓他會覺得我們是有幽默的 他也不寂寞 他覺得我們有 他就會來找我們 有想要來找我們 對不起我就會慢慢的想辦法 把你偷腦的東西 把我偷腦的東西放在你腦袋裡面 把你口袋的東西放在我口袋裡面 有幽默 通常就不會寂寞 才有機會做下一步的溝通 那有笑聲就真的比較不會有戰爭 戰爭講的是危機處理 尤其是像現在很多那種 大家片段式的溝通也好 所以我們氣象服務 說實在話 會報不對嗎 我不是老天爺 我們不是預知 我們叫預測 預測就代表他有失誤的出現 所以一定會有報不準的時候 那我們要怎麼在服務過程當中 有透過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氛圍的經營 讓他覺得我們報錯了 他還是覺得笑笑的對我們 沒關係 我知道你報錯了 你也造成我一些損失 我還是相信你 我還是願意付錢給你 這麼全像宗教的行為對不對 所以這也這句話 我這一直放在心裡面 然後也對真的 也讓我們所有的同事都是 竟然就是這句話 先默寫一百遍 沒有啦 放在心裡面 他才能夠跟我們的客戶 跟我們的同事 甚至跟一些未來的長者 在做互動的時候 對啊這個思維在裡面 這個人他就會很積極很健康 我必須要講真的 氣象探長是我見過 就是所有跟氣象有關的人裡面 最好玩 兩個人是不是 兩個人是不是 大概四個 四個 沒有啦 沒有啦 OK真的非常感恩 所以如果大家對於 氣象探長有什麼想要了解 或是想要看到您的一些分享的話 你通常是在哪些地方 臉書還是 我們可以到直接上網搜尋 天氣探長四個字 那我們會把很多的服務都把它寫在裡面 那當然目前這個天氣探長 是針對在農業上面的服務 那未來 但我覺得台灣的農業真的很迷人 很好玩 那也需要這些的科學的來去協助 那所以我們很多的訊息都會在 那個天氣探長那邊去做分享 那同時我們可能也會預計在下半年度 或是明年的時候會開始弄一個叫做 農業的網路氣象頻道 那可能就會當天氣探長網紅這樣 可以可以可以 我會讓大家一起跟你探一山水土 掌一番風味 哇一起有文化一下 OK 今天真的很感謝天氣探長來到現場 那如果大家對今天的主題有任何想法 歡迎到PUB Radio的官方APP上面留言 如果天后沒有想要跟我更多交流 或想要從溫進的進來內容 也可以到我臉書搜尋 will be good 黃氏豪來追蹤 我都會把今天的精彩內容上傳 讓大家可以重複收聽喔 那我相信各位天后朋友跟我一樣 非常享受今天的內容 也要再次的感謝天氣探長 恩 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 感謝你 真的我覺得這太有趣了 真的很有趣 那下一小時繼續鎖定 POP回線歐美航班 下週六下午4點 我們就空中再會了 掰掰